大家好 我是沖先生 欢迎收看沖先生的频道 我知道Bianola很不喜欢我 我真的明白 我们的立场可能不一样 但我每一段为你们做的影片都是发自耐心 话说上一段有关Bianola的影片 就是英国言论自由不断被剥削 Bianola被列为三胆公民 我有证据 片中说到有关英国的言论自由问题 和Bianola在英国的地位问题的时候 留言区有人奋不顾身地走出来护主 内容是这样的 言论自由这家地方 英国主要针对特定的情况 英国的言论自由是受到欧洲人权公约第十条保护 言论自由的限制主要是针对仇恨言论 煽动暴力、诽谤、国家安全、恐怖主义等具体情况 大多数的限制是针对保护他人权利 又或者维护公共秩序 而不是针对批评政府 或者讨论政治议题 媒体和个人有广泛的批评权 个人和媒体可以在较为广泛的范围中 批评政府、政策和官员 这种批评言论是不会受到政府的打压 中国全面限制政治言论 中国对言论自由的限制範围更广 特别是在政治言论方面 批评中国共产党、政府政策 又或者领导人的言论被视为不可接受 甚至可能被定义为危害国家安全、颠覆国家政权的行为 网络和媒体言论管控严密 中国对于网络、媒体和出版物进行全面审查 去防止任何可能挑战政府权威的内容传播 英国的法律制度透明了 权利受到保护 英国的法律体系透明 执法机构需要根据明确的法规程序行事 并且公民有上诉和申诉的渠道 司法系统独立于政府 对侵犯言论自由的指控有较严格的审查标准 他们亦有比例原则 在限制言论自由的时候 必须遵从比例原则 即限制措施必须合理而且必要 又不能过度限制公民的权利 而在中国 模糊的法律标准和有限的司法独立性 中国在处理言论相关案件的时候 法律标准往往不明确 尤其涉及国家安全案件中 政府有很大的财量权 司法系统在处理政治言论案件的时候 独立性很有限 经常受到政府干预 上面的内容我不详细解释 懂中文的你应该看得明白 首先我不知道脱了欧的英国 欧洲人权公约还适不适用 其实以上的内容是一个完美的语言艺术示范 简单到将第一段的头两句写成 中国主要针对特定的情况 中国的言论自由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 宪法第35条的保护 言论自由的限制主要是针对受恨言论 煽动暴力、诽谤、国家安全、恐怖主义等等具体的情况 然后后面将英国换成中国 读起来一样通讯 其实你也可以用它的内容抹黑英国 因为它虽然看似中心耿耿 但好像有点愚忠 内文其实没什么实际内容可以做参考或对比 所以捉几个关键词去问一下它 甚至换个康调就可以了 例如你可以质问一下它的口中 受恨言论、煽动暴力、诽谤在英国法律的明确界线 又或者叫它解释和对比一下 英国的国家安全法和恐怖主义法 问它为什么英国维护公共秩序就有利 中国维稳就不应该 英国的法律程序那么透明 包不包含跨警执法呢? 为什么会有人在巴基斯坦 因为网上分享有关英国的暴动铁文而被捕呢? 不是说不可以过度限制公民的权利吗? 不是说不会以言入罪吗? 为什么有英国人在Facebook说两句都会被判刑呢? 为什么有记者因为发表了反战的视频 报道了敏感的话题 在希斯路机场因为恐怖分子罪名被拘捕呢? 过程中还要被人上手扣 收了手机 还不可以通知父母呢? 为什么Telegram的创办人会被捕呢? 既然英国的法律制度透明 为什么当初联合国出面都不释放阿桑奇等等? 有关阿桑奇的内容我都做过影片说过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 不过其实以上内容真的不需要花太多时间去反驳 因为他们会感受到被重视 他们会囂张 说笑而已 因为以上内容就连英国当地人都知道 根本不是事实 只是某部分的Bianola 看太多文宣而构成的梦想 除非这个留言者比英国当地人、媒体、学者甚至是诺贝尔德掌者更了解英国 为什么? 看下去你就知道了 今晚开始之前都提提你 记得按右下角红色的仔去订阅我的频道 按旁边的铃铃,选择全部 你就不会错过我任何更新了 关于我的纪念品网店 可以回到我的网站Chungstock.co 了解 而影片间界和片尾都有不同的方式和社交平台去联络我或者支持我 不阻止大家太久了 我们直接进入主题 以下的内容是来自Fox News的报导 英国政府被指打压言论自由 法帖前程三思 由于英国新的左翼政府 过分积极的警察和法庭对言论自由进行打压 英国正面临言论自由的危机 英国首相、执政的工党领袖斯塔麦 和这个仅仅执政了两个月的政府 被指责以安全为由取消言论自由保护 而且未能解决选择性执法的问题 英国捍卫自由联盟 Alliance Defending Freedom UK 简称ADF 高级法律传信主任Lewis Malachi Miller 就告诉Fox News Digital 从根本上说 每个英国人都有言论自由的权利 但几年来我们看到一种趋势 而这个趋势亦日益严重 现在人们开始广泛地知道 某些群体的言论自由 似乎比起其他持有不同观点的群体 更加容易受到限制 这是取决于他们的立场 上个月英国街头发生大规模的骚乱 以及政府对社会动荡采取的强硬措施 再次引发了关于言论自由的争论 多年来 英国一直收紧网络言论的管控 2019年 前警官Harry Miller 因为在社交媒体上 因为发布质疑跨性别女性 是否真正女性的帖文 而受到调查 他的帖文被警方记录为非犯罪受恨性事件 促使他在法庭上对这一项认定提出质询 2020年英国法院裁定Miller胜诉 但没有改变允许警方追究网上评论者的规限 改革党领袖Nigel Farage 在议会发表演讲时 就抱怨政府在执法方面存在双重标准 他在社交媒体X上写 建制派议员可以随意地质问我 但英国人民对大家生活在双重标准的执法 和司法体系中感到愤怒 上月政府直接提醒市民注意相关法律 警告市民小心发布被视为冒犯性的内容 并威胁可能会因此被监禁 皇家检察署甚至将警告发布在社交媒体平台X的官方帐号 再三强调并且警告市民发贴前请三思 煽动暴力或仇恨内容不仅有害而且可能违法 皇家检察院严肃对待网络暴力 一旦抵触法律便立即起诉 提醒你身边的人负责任地分享内容 否则就要承担后果 那帖还补充地说 英国政府正在严厉打击那些 在社交媒体上分享英国骚乱的人 并认为这些帖文可能引发种族仇恨 英国政府同时开始采取措施去迫使社交媒体公司 去压制那些被认为假新闻 甚至合法但被视为有害的内容 以避免加剧社会动荡 新措施将会扩大英国网络安全法的范围 针对社交媒体公司并令到他们对合法但有害的内容承担责任 伦敦市长沙德坎鼓励斯塔麦政府迅速修改网络安全法 并表示目前的法案还未适合当前的目的 他在接受惠报访问时表示 我认为政府很快会意识到需要对网络安全法进行修订 政府应迅速检查它是否符合目的 我认为它不符合 但英国人对言论自由的担忧并不仅限于网络 英国对不同立场和政治运动都采取双重标准 接下来有部份的新闻内容 由于言论自由的问题我就不方便读出来 有兴趣的朋友自己搜回原文去看一看 他们甚至称英国正在迈向独裁主义 朝着思想警察的方向前进 然而政府反言论自由的立场遭到越来越多反对 尤其是所谓出于安全考量而决定暂停实施 甚至可能是完全废除的高等教育言论自由法 根据英国泰晤士报报导 包括7名诺贝尔得主在内的600多名学者和知识分子 联储了一封信去敦促英国政府重新考虑各自法律的决定 那个法律是上一届保守党政府为了保护学生和学者在校园言论自由的权利 而通过的一项旗舰政策 信里面写 停止那个法案的决定似乎反映了反对者普遍持有的观点 即是说英国大学不存在言论自由的问题 这个观点简直是大错特错 过去20年来数以百计的学者和学生因为合法地表达意见遭到脅迫、谴责、禁声甚至被解雇 报导到这就结束了 就连英国人都知道英国的言论自由受到压制和威胁 甚至是进化到社交媒体都贼无旁态被人拖下水 当人人都在反对的时候 竟然有些BN owner拿着一条欧洲人权公约出来护主 我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了 在这里建议移居英国的BN owner 朋友 最近你们和英国人聊天的时候 真是不要赞他们的政府给人民的言论自由有多好 轻则怕你少了个朋友 重则可能你会感受到英式自由民主的铁拳 反正你明白我说了什么了 以上所说到的东西也不是只是英国朋友需要面对的问题 就连澳洲的朋友都面临着同样的处境 Elon Musk甚至是因为这样称澳洲政府是法西斯主义 是否很有趣呢? 最重要的是 英国今天所有的行动 清清楚楚地向世界表达了处理社会运动的正确步骤 各位BN owner 看起来好像比香港更辣更加到位 如果你是因为失去了暴动权而走的话 会不会跟错大哥呢? 大家如何解读言论自由这四个字呢? 又如何看待西方国家的人感受到言论自由正在收窄呢? 欢迎在留言区发表一下你的意见 这些赞好和留言互动会令我的影片更容易被推送 所以千万不要论识你们的意见 今天要说的就是这么多了 喜欢这条影片的朋友记得帮我赞好留言和分享给朋友 加入会员每个月一杯咖啡的价钱 就可以支持我们的频道继续营运 现在YouTube影片的右下方 还多了一个Thanks 的按钮 给大家支持这条影片的制作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